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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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选不选得上这个我就对不起啊 比较残酷一点就 看看真的是能见度真的没有到很高 是蛮可惜的 因为毕竟有这样子的人会为人民喉舌 而且他走的也不是很偏门歪风的那种路线 那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我们再这个再再讲这个 谢和弦这个支持红灯区的部分 其实红灯区落地它是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性 性 性 性专区 性合法化专区 好 它的全称 我的名字 可能讲的不是很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为什么我会支持他的这样的政策 你就想嘛 男人都喜不喜欢在外面乱来 对嘛 那你不给他一个合法发泄的地方 那这样怎么可以 就像我们以前的社会 有所谓的流音 就俗称的卡拼 你现在其实在万华 比如说像是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路啊 康定路 康定路其实在那个桂林路口 康定路 桂林路口 我跟妳讲 有的时候你经过都还是会看得到一些 就是女生穿的漂漂亮亮 然后在那边 站在那边墙壁 然后就是等客人这样子 好 那所谓的那叫做私仓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红灯区落地 就是因为它方便好集中管理 你 我先给大家灌输一个观念好了 因为 如果你要我拿 拿什么说会降低什么犯罪率 这什么问题 我跟妳讲 那个根本都是没有人会关心的问题 好不好 因为大家看中的就是说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败坏风俗的事情 所以再怎么样死都不会答应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的话 如果今天有一个性合法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专区 来给这些性工作者 有一个这个合理的 好或合法的这个收入的平台 合法的这个地区的话 是不是就很好集中管理 我所谓的集中管理就是说 你警察要抓都抓得到人 好 你如果搞一搞有性病 对不对 人 人与人之间在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有体意上的交流吗 对不对 那会不会有什么细菌感染或什么之类 可能会不会有菜花梅毒或什么之类的 好或就是得艾滋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好 我不是要去污名化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 人与人之间做爱 本来就是会有这个细菌交流的风险 就像你亲吻也是一样 好 会有所谓细菌之后交流这个这个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讲 好 你本来就必须要给一个性工作者 有一个合法的地方去让他们去做生活 对不对 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吃饭的 他们就是来靠这个过活的 当然 我们也很希望说 他能够去拥有其他的累积之长 可是问题是 如果他没有办法转型成功呢 他是不是就要转做地下化 是不是 那你转做地下化不就更困难 是吧 而且 其实 我 不要光讲 站在这个性工作者的这一边好了 我们就讲 一般消费者的心态好了 你消费者不都喜欢偷偷摸摸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一个性合法化专区的话 是不是就不违法 才不用说 今天你如果去找一个私仓消费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所谓这个妨害风化 或社会秩序维护法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你要他们怎么生活呢 是不是 好 所以 你设一个专区 让他们有工作 好 让他们用 体力来发泄 这个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 是不是 那既然他们天生就是要吃这行饭的话 你又何苦必须要改变他们 好 我今天不是要替任何人说话 我也不是要表达我的立场 我只是想说 其实 在 西方的国家 比如说像是这个荷兰 好 荷兰有所谓的红灯区啊 对不对 好 我一时之间讲不到 讲不出有什么地方啊 可是 在性方面那么那么那么开放的国家 尤其是捷克 我给你讲捷克 捷克 捷克也有很多那个同志的红灯区好吗 那边的性也是合法化的啊 是不是 不要光讲异性恋 同性恋也是 所以我就说 回归到一个真正的这个症结点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你不给他一个真正的真正的这种性 性合法化的赚取去让他们支撑他们应该要有的收入 你为什么 你是凭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偷偷摸摸的 当然 我还是前面有想过 他可以转型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真的有无可奈何的地方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帮他 他既然今天做了这样子的选择 他选择这个行业 他就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任啊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支持他 他也不是杀人放火 他顶不过就是 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阴道打开 然后让人家的阴金进来插进来 然后让他爽一下这样子 然后拿钱办事 然后他还可以养活自己 缴水电费缴账单 有什么不可以 至少没有吸毒吧 好吸毒我真的就 我就我就我就不反对 我就我就会想反对哦 那至于大麻那个大麻那个合法化 这个我就没办法没办法评论 因为我自己没吸过大麻 但是 稍微讲了一下好了 我朋友他们在澳 我朋友我我朋友之前在澳洲 因为澳洲有些地方 大麻是合法化的 他说 他说那个大麻吸起来就是 他会一直 就是像个白痴一样 在那边这样子撒笑 所以说 他说他说那个大麻吸起来 你只要不上瘾的话 其实就是 对 就就还好 你就是会很嗨 你会非常的亢奋 那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我的结论就是 我支持谢和贤这个 还有这个王玉洋 他那个金色力量党 就是阿童啊 童仲彦 他从童仲彦现在在坐牢 因为绿色的关系 就是 就是就是金色力量这个党 提倡这个 这个红灯区的这个 这个合法化的 红灯区落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专案 我是非常支持的 毕竟 有性需求的人 而且是高需求的人 其实都知道 那种感觉是什么 当然 人本来就是需要发泄 我讲一句 简单一点的好了啦 你男生如果 长期以来你都没有去射精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是有可能会得到 射护腺癌的喔 所以事实让自己的体力 发泄一下 除了可以得到一时的快感 好 也可以让自己的压力去做释放 那 何乐而不为 七情六欲 我还是要讲那句话 不要 觉得 这是一件败坏风俗的事情 好好想一想 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 警察要找找得到人 不要让他们偷偷摸摸 因为如果你让这些人偷偷摸摸 你反而让警察更找不到人 而且 你如果让警察抓到了 那就让那些人更难堪 偷偷摸摸嘛 偷偷摸摸这四个字 你不会写吗 是不是 所以 不论是私仓 留音 我们都要让大家知道 设立信合法化专区 其实是一个未来很好的趋势 不要怀疑 你如果 你如果你的观念跟我一样开放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是一件败坏风俗的事情 其实它并不是 这是今天的神秘据典 我们下次 云端见